为什么中国现在更加重复权 我认为大部分人会认为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 你注意到中国最近一段 中东外交更加活跃 实际上我们在中东促进和平的努力 从来就没有缺席过 我曾经跟有些外国朋友谈到过 八年之前 国际上的舆论曾经为逆望在 叙利亚海滩上的一个小男孩 非常激动 但是现在更大规模的悲剧正在加沙发生 据不同渠道的反应 有超过5000名儿童死于这场冲突 所以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 我们不能无动无动 这一段时间随着加沙冲突的爆发 中东面临的问题 中东的冲突的潜在风险上不断上升 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为结束这场冲突 做点什么 说点什么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这就是近期中国在中东外交 更加活跃的一个根本出发 现在这个时候 国际社会所有的国家 都应该从工薪出发 从工理出发 为中东的和平 做点什么事情